嗨大家好我是1滴滴 今天這部影片是來教大家怎麼使用潛行者之爪這件裝備 那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這件裝備的效果是怎麼樣的 還是再講一次 潛行者之爪對敵方英雄的釋放會有一段位移 在接下來的3秒內 都會對此目標有增傷的效果 傷害會瞬間變很高 那為什麼選擇出潛行者之爪 是因為他有CD 有無穿 而且無穿給到了21% 是3件4顆神話床裡面給最多的 喔對了 潛行者之爪的飛行 是可以被打斷的 再來我們到練習模式來看看 有哪些連招可以配合潛行者之爪 首先 潛行者之爪是可以位移小兵的 假裝這個是小兵 我們對他按 可以WQ來貼近敵人 或是位移JR來打一套傷害 又或者是先放W在位移JR 打一套傷害 通常這套連招可以使用在塔殺的時候 如果沒此 可以在R而去 閃AE 也可以透過大招 來達到超遠距離擊殺 另外補充小姿勢 另外補充小姿勢 飛行過程中是可以施放其他技能的 但如果施放太快 就會像畫面中這樣 如果搭配大招可以先開R 然後位移 都不攻擊下 再放WEQ 或WQE 都可以 看個人 大家應該都對這件裝備有一定的理解了 再來我們就進到實戰中 嗨大家好 我是EDD 影片開始之前先插播一下 最近無助晚霞貓常常被仿冒 讓不少人誤認說 到底是不是本人 私底下不管是網路或是現實 都常常有人冒充他 我們來聽聽看 本人怎麼說 嗨我是晚霞貓 最近還是有人在仿冒我 然後我想在這邊感謝EDD 在影片幫我穿金 我平常都只會開一支 主帳號 然後也不會開金牌的小號 也不會有500多等的帳號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也不會在現實中責任我自己是玩蝦貓啦 就是曾經有人在餐廳 應徵上班之後 然後突然把我的影片拿出來說 那個是我 然後我想說我絕對不會 幹這種事情 然後我也沒有什麼 小徒弟啦 大徒弟 堂弟兄弟 親弟弟 那事我都沒有 請大家不要相信 那些 謝謝大家 這次的對局是我剛打上30等的小號 BO10 場次約在金牌2到金牌1 有幾個也都是小號 會選來這個段位示範是因為比較容易理解 如果選在分段太高的場 反而會讓更多人不明白 像如果含服精英玩家 在他們的精英場做教學 但是沒有精英的玩家 就很難在他們目前的分段做使用 還有一點就是 這場帶的符文是電琴 符文方面每個人習慣不同 我用習慣的符文 說不定你們用起來很不習慣 覺得很難用 就算帶一樣的符文也不會讓你變得更強 更秀 這邊我就先講了 因為我粉專很常被問到這種問題 請問 還是噴你 你可以建議他們 又或者打 KCC 意思是 KCC 那依照慣例 我們還是先輸入特殊指令 以免讓自己情緒火大 然後被提告 那這個指令是有包括建議隊友的信號 建議大家還打開隊友的信號 那我會關閉是因為這場是我要去指揮他們 而不是他們來指揮我 你是隊長 不是他們 他們只是小丑 這把我們打三勒之 打他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就盡量避開套W的時候 別跟他打 那我們三點前就順順持兵就好了 三等後再找機會打一套 這就是我的對線思路 那我先說 這把我還是有一些失誤的 有看到的話不要模仿 打保守一點可以跟我一樣點W 普攻一下順走丟兩發Q 出發電型 如果丟空了 就像我這樣 再來就是順順持兵就好 另外W不要亂交 W交掉對手就很好跟你打 你自己壓力也會變很大 這邊推薦是因為和諧要除了 提早推完線可以去做其他事 但是我們這局刷有一點偏慢 就錯過這個和諧了 傻逼 擊殺完後可以趕快把兵推到塔下 讓敵人損失這波兵 有時候就是因為損失好幾波兵 掉經驗經濟 中路就直接炸了 沒問題 沒問題 我看不見的 我跟諧了 我看不見的 我看不見的 就不是 我看不見的 我看不見的 對面中路拿到3顆頭 雖然這波很虧對面中路拿到3顆頭 但是他沒回補過 所以都還好 如果他有回補有裝備 那我才會很難打 這邊我很輕鬆的把他打殘了 所以他一定會回家補狀態 不然他又會再次被我單殺 所以我這邊也不會那麼簡單讓他回補 如果他回補 那我中路就會很難打 所以我要去先止他 同時 加快速度把兵線推到塔下 這時候他會有兩種選擇 一種是 回家補狀態 虧損兵線 留下來吃完這波兵 再回補 但是有機會被我單殺 那他的選擇是回補 他的懲罰就是 虧損這波兵的經驗 和經濟 我突然這波兵線之後 我並沒有回家 而是往下走 因為我看到有頭可以收 但其實這波往下走 是錯誤的選擇 因為隊友沒狀態 兵線也很差 那其實這邊是我判斷失誤 再加上這個草叢 有眼 所以當然的 我就會被抓 而隊友沒有狀態 不能支援我 所以這波就是自己的問題 這邊因為幾乎已經必死了 如果我開了大招 那我復活後 回到線上 會更難打 所以這邊我就選擇扣著 復活後 我的兵線是被推的 那沒關係 我就偽兵就好 再加上因為前面 他放棄吃兵 選擇回補 所以他沒有六等 那因為他把兵線推過來我這邊 所以如果他要吃兵的話 就會被我打 另外 我也要盡量讓他遠離我的小兵 讓他吸不到經驗 吃不到兵都還好 但是吸不到小兵經驗 是最慘的 這邊我沒有開R是因為我覺得不必要用到這個R 因為這個蜘蛛常常在中路逛 等等你就會看到了 所以如果我有R 我是可以1打2的 給他們中野的壓力也是相當大的 那如果今天你分段高一點 你就要考慮到 對面輔助 也有可能在中路 但是他後也是一樣推線 但我知道蜘蛛在下路 我也沒有招了 所以我站位是靠上的 那因為這波是炮車波 所以應該會撐到下波兵線到線上 這樣就會形成回推線 這個原理其實很簡單 網路上都有 那因為這波兵是回推線 所以我們吃到千排兵就好 留扇子後排兵卡在這 但是記住 不要讓這扇子後排兵進塔 就讓兵線卡在這個位置 同樣如果賽勒斯想要吃兵 就是會被我打 再後來就開始 排兵 對 就給他 看 是 也可以 對 你可以 在增加 這樣,慢速退冰 就是想捅一波冰塞進去 讓他難捕到 同樣也是,如果想捕到 就是會被我單殺 我會一直用WR連招是因為 我不想讓他W吸到血,免得打不死 雖然他這波自己自X 亂交W 這邊因為下落都打起來了 所以我直接靠過去 那這邊我沒有拿到這顆頭 其實有點虧 再加上我這邊耍智障 想拿這顆頭 那後面就是推完線、跑線、看圖說故事 那接下來其實也就是噴推找家打而已 就沒什麼的 那邊看 那邊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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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這次的影片就到這了 其實前面我們是蠻逆風的 後來街頭帶起來 所以隊友也跟著起飛 還是那句話 我是怎麼做到的 其實沒什麼 你不會我教你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